蕃薯 蕃薯是一種非常健康的食品 除了平時我們喜歡做的蕃薯糖水做甜品之外 其實蕃薯也可以用來做西式甜品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個蕃薯批 挺好吃的 材料有酥皮 三隻色的蕃薯 這個是檸檬汁 蕃薯、薑蓉、黑芝麻、蜜糖 第一件事 酥皮通常是急凍的 我們解凍它令它淋回之後 我們就在上面做些洞 好 接著就把酥皮放進這個批模 這個批模我們預先已經抹油在上面 我們把多餘的皮切了 現在把多餘的皮切剪掉 然後鋪一張焗爐紙 把石頭或米或豆倒進去 我們首先把皮焗 這個步驟大概15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預備番薯 其實番薯是紫芯 這個是橙黃色的芯 這個是黃芯 我們就把它盡量削到差不多大小 差不多粗幼 這樣我們切成片 尺寸就會差不多好一點 然後你把番薯刨成薄片 有這些固然方便 沒有用刀切就一樣可以 然後我們就煮這個批的靈魂 就是那個糖漿 其實番薯糖水我們都會放薑下去煮 番薯和薑的味道我覺得真的很配搭 所以今天這個糖漿我也是有薑的 這個薑就磨成薑蓉 然後倒一些薑汁 會秘薑汁出來 好 接著就加檸檬汁 薑和檸檸檬汁這個組合就是 你不知不知很配搭的 接著再加蜜糖 這個煮一煮它之後 然後呢 待會就用來掃在那些番薯的面上 醬汁煮到差不多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番薯放在一起煮 其實目的呢 都是想令到那些番薯 在這裡可以煮一煮熟它 還有 令到那些醬汁可以確保 包住每一塊番薯 現在 看看它先 就已經OK了 好 我們 拿開一點小隻頭 小心我們真的會很熱的 好了 這樣 接著呢 我們加一點蜜糖 在底下 然後呢 把蜜薯鋪上去 就把這些番薯鋪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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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就拌好了 然後呢 這是甜品 我們當然是再加一點蜜糖在上面 其實不太多 剛剛這樣拼著 其實一茶匙左右 那條絲很幼 再加一點檸檬汁在上面 然後再撒些黑芝麻 黑芝麻呢 你可以買已經熟了的 但是你也可以買一些生的黑芝麻回來 自己用一個白鍋炒熟 什麼叫白鍋呢 就是沒有螺油的鑊 好了 然後再放一批進去 再焗多它 大約15分鐘至20分鐘 直到番薯熟了 和旁邊的酥皮金黃色就完成了 這個批應該焗好了 那我們呢 把碗放在這裡 做什麼呢 現在就告訴你了 這個底部是可以脫毛的 整個掉下來 這個番薯批 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在做這個 三四四五五三 感谢观看